最近呢 有一個話題呢 其實是特別行 剛好我們又是相關行業 就是有關於對岸現在推出的所謂的雙減政策 那重點來啦 有錢人家裡可以請家教 窮的沒辦法請家教 而且他也沒辦法補習 那這樣子平步差距的分化時間更嚴重 對啊 恭喜家具內捲 對 這不是家具內捲 叫做什麼 所以說你沒有考量到一個所謂的全盤 跟全面性的一個配套方案 然後就冒然下去做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我們台灣的教改其實已經犯了這樣的錯誤了 李遠哲哥感謝你哈 毀了兩代人啊 謝謝 所以說對岸在做這樣的雙減政策 起義一定是好的 起心動念一定是好的 所以說 因為我這個議題跟我們社團裡面的很多人都在辯論 這個目的是好的啊 這個目標是好的啊 老師 你幹嘛反對了 通往地獄的路 通常都是用善意所推成的 真的 你起心動念是好的 可是你最後做出來的結果就是反而加劇的貧困差距 因為我說實在 補習 或者是他對他叫培訓來講的話 這些的 那個 他是有分級距的 你比較沒有錢的 你可以選擇比較便宜的方式 那比較有錢的人當然就 我說實在 真的有錢就存不起家教了 對不對 我還在那邊一個人教你100個人 我告訴你 我一個人只教你一個 你哪裡有問題 我就直接指點你 對不對 那這樣子 這樣子隊友現在是最好的 然後今天窮人還可以選擇用補習 用培訓的方式 可是你現在把他砍掉了 那你覺得 六日跟曆假日這些人不能做補習 你覺得他就會去吃喝玩樂嗎 他也就只能在家裡 對 然後 因為沒有錢嘛 對 然後 就只能 看看網路小說啦 對不對 打打遊戲啊 之類的 可是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這些有錢人的小孩 他在家裡面 請家教 他在不斷的充實自己 好 那 我還是必須要說啦 兩岸的教育問題 從來都不是制度的問題 兩大原因 你這兩大原因 你沒辦法改 你根本就沒辦法來做教育改革 首先第一個 父母的心態 你要讓 台灣的父母 中國大陸的父母 要放棄 忘子成龍 忘女成鳳 你覺得有可能嗎 這是不可能 對啊 有啦 整個亞洲 就中華文化區直接毀滅 可以 可以 有可能 對啊 天然不可能 有可能嗎 你要放棄 讓自己的小孩比你過得更好 關於 歐美他其實做得到 歐美呢 有時候他的那個父母親 他就希望自己的小孩變平凡就來了 沒有沒有沒有 你太天真了 對 但是重點來了 我告訴你 在美國 你當一個修車的工程師 你可以賺五萬美金一年 可能不只喔 對啊 那就平凡 欸 平凡 我今天就 我今天就是在那個什麼 便利商店 或者是那個 當一個店員 我一年的年薪 可能還可以高達三萬美元 對不對 還是會被他瞧不起啦 這真的太誇張了 但是至少沒有像我們這邊會差那麼多嘛 對不對 差那麼多 你今天如果是沒念大學 可能一個月兩三千人民幣 對不對 啊有念可能變一兩萬 那差太多了 可是 在美國的話 他就變成說 那我今天做一個那個 waitress 在中國可能一年還有三萬美金 三萬美金 就是九十萬台幣 是不是 那當然他們可以讓他們平凡 可是我們這邊沒有辦法 我們評估差距太大 所以 不管怎樣 他都還是會有望子 成功 望你成功 因為這個心態沒有改 你怎麼改制度都沒有用 那你有第二個原因 對 還有 更重要的就是第二個原因 為什麼華人 或者是所謂的亞洲的 學習壓力都會那麼大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人多資源少 這才是根源 如果 我告訴你如果 因為 台大之所以成為台大 是因為他一年 有接受政府的補助 將近兩百億 對不對 那我問你啊 如果全台灣的每一個大學 都給兩百億 請問你還要請台大嗎 我就問你這個問題就好了 就是因為你資源不夠 所以你只能夠把資源集中 給某些學校 這是所謂的重點大學 所以大家才要去搶這個重點大學 對不對 今天如果 你可以灌注更多的教育資源 讓每一個大學都很好 那 壓力是不是就減少 對啊 就是這樣子 可是就做不到 對不對 我們的問題還是在於人 太多 資源太少 所以你才要去搶重點中學 你才要去搶這些重點大學 那你這個不改 你去改制度 你讓他不能補習 你把補教育整個砍掉 你讓他們變成轉成非營利單位 哇天啊 教育就是要非營利 這句話你聽得下去嗎 非營利 你不是我們這一行的 你都可以講得很漂亮 非營利跟營利的產業 所吸引來的人才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品質也不一樣 對啊 那你今天要以非營利來講的話 我告訴你很多人都不呆了 對不對 你可以 你可以 收到的老師 你可以收到的這個 這個學費 當然就可以反映出你的教學品質 我直接比較啦 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嗎 台 呃 大陸的我不敢說啦 因為 但也有可能是類似這樣的狀況 你看 學校裡面有公 公辦的學校 公立的學校 裡面老師教學的方式 除非是頂尖的 要不然你說中段到中間60% 80%的 你拿去跟外面的做這種補習班的 然後私營的這種補習機構 對 他們教學的能力跟方法 還有積極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可以自己比較的嘛 對 因為你是學校老師 不管你教好交換 你都是你這個薪水 哪邊名師多 哪邊效率強 跟效果好 一比就知道啦 那一定是跟這個有關係 那為什麼呢 因為人都是自私啊 不用講那麼好聽 人都是自立的 那自立的這件事情 會直接影響他做任何事情的效果跟效率嗎 對 那這件事情在教育裡面也不會有任何不一樣啊 對 你不要把教育特別拿出來說 教育不應該是賺錢的 你應該要 要奉獻 十年數人 百年 十年數目 百年數人 這個 無私的奉獻 你的熱情 這個是逆人性的 這種話就不要討論了 那如果我們還在討論這種有的沒有 那代表說我們根本不在討論同一個基權點上面嗎 對 你好像還剛出社會 這個不用討論了 好嗎 對 你要真的要拿到 而是要給到一流人才要一流的薪水 一流的待遇 你才可以真的吸引到這一流人 要不然我這些人如果就全部都跑去 全部都 我告訴你如果啦 現在每個學校 給老師的起薪如果是十萬起薪 我告訴你補習班就直接消滅了 對啊 對啊 這是事實的 問題就在這裡啊 所以你不願意多給老師薪水 你不願意去增加學校的預算跟資源 可是你想要藉著就是幹掉培訓業 幹掉補習班 然後雙減政策 然後你就認為可以減少學生的壓力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第一個父母有望子成榮望女成鳳的心態 二 學校跟學校的資源差距很大 你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因為你不可能去阻止這個需求 因為這需求一直在 你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你把供給砍掉 需求就減少了 不可能 他會只會往另外一個地方去串出另外一個供給出來 就是你把培訓業者全部砍掉 那就家教業者全部都出來 對啊 對啊 那這樣子貧富差距更大 因為家教太貴 你看一個老師的學費 可以讓一百個學生 甚至一千個學生 甚至一萬個學生負擔 那每個人是不是要負一點點 可是如果一個老師只為一個學生服務 那這個價錢就很高 其實我跟你講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我們下一集可以再討論一下 對 今天呢就聊到這個 就是說為什麼這個雙減政策 它的利益是好的 但是結果 我們就預測一定會失敗 因為你這個就是違反人性 那這個 我們下一次 我都知道這一集一定會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 因為小粉紅 小粉紅可能又要來批了 對不對 那沒關係我們也都是等著你來留言 但是不要謾罵就好了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Sean來到我們節目 今天的龍好公民 小粉紅公民 拜拜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龍好公民頻道已經開啟加入會員功能 只要加入會員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會員專屬影片 那如何加入呢 只要點擊影片下方 訂閱按鈕旁邊的加入會員功能 就可以看到許多的專屬會員的功能介紹 製作影片非常不容易 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大家